先来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完成了这个问卷 然后另外今天的话我们要开始针对这个第一个单元 所以请各位解压说范例档 找到第一个资料夹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好了 比如这个问题,这个我想应该比较简单 我们先从简单一点的问题开始 那比如说那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是希望得到的结果是这三个栏位的资料 帮我串接成一个我能够理解的一个电话号码 那这个规则一定是09111 然后后面一个简号再加3码 如果不足3码要补理 这个是1码要补2个0 那如果假设我的需求是希望用 当然你不一定要用REP加LEN 不过如果你假设知道REP加LEN 那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主要是针对什么 这个LEN应该知道吧 就是算里面几个字嘛 所以这个LEN得到的结果应该是 比如说这边你可以把游标 假设打我们先不要用REP加LEN 我们自己先RUN一下好了 比如说你一般使用函数一定是在 我们先在旁边练习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插入函数 那这边不是有一个文字类函数 一般我习惯是这样用 所以一般会插入函数之后分类嘛 那类别的话呢 我基本上因为它这个范例是文字类的 那REPT的话其实 LEN跟REPT其实都是文字类的函数 那如果我要算什么呢 我要算那个区码里面有几个字的话 那当然我可以分阶段 第一个step就是LEN 你就文字类里面找到L开头的啦 因为它按照英文这么排列 然后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它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算字数的储存格是哪一个啊 你如果看到TEST是文字在哪 文字的意思 TEST 那指的就是这个区码 所以你可以点它一下 它就会帮你把它算出来 一个两个字算完之后 那你就知道这边有两个字 那两个字就要补几个0 不是补两个0 应该是补一个0 那我怎么知道是一个0 那其实规则 基本上就是三去减不就好了 三减掉它里面的字数 减完之后那就是一个 有没有 一个0的意思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刚好补一个0呢 你不可能说你自己在这边打一个0吧 OK 或者你把它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就是要补几个0的意思 把它全部都会显示出来 然后但是问题我要怎么样 你看刚好可以补我要的那个几个0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次数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要靠REPT REPT的意思 其实英文就是repeats的缩写 我猜应该是repeats repeats就是重复嘛 那重复的话呢 你只要跟它讲说你要重复几个0 所以当然我们在旁边可以练习 这个是LEM 删减掉它总数嘛 然后旁边你可以再练习好了 在虽然地方你可以再插入第二个函数 叫repeats好了 repeats 这个其实蛮常会用到的 就是要重复几个0 那我们 当然我是建议 如果你对函数使用上面 不太熟悉 或以前你们可能用自己的方法 我是建议你可以 在使用之前 可以稍微看一下下方的说明 其实每一个函数都有说明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想知道四百多个函数 能做什么下方都有答案 只是说应该没有一个人 没事因为全没有看完 有我们最早学的这样 说真的我们以前最早就是每一个每一个 最好是把它背起来 那我就知道我将来要用哪一个用 就是知道了 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 那谁会知道 那可是以前是没有AI 可是现在有AI的话 我是觉得不需要了 为什么因为AI都可以告诉你哪一个 参数可以拿来用 那你就不用特别去背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想要除了AI之外 还可以 当然你可以自己花时间 那看一下下方的说明 那这个下方说明 其实不是很友善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讯息 虽然你全部读完 是好像看懂 但是好像又看不太懂 OK有没有比如这样 指定的字串 反正字串就是字的意思 他就是他叙述习惯用字串 写程式大方都用字串 重复几次显示 应该可以理解 虽然没有很顺畅 感觉好像是一分钟 翻得不太好的那种一分钟 但是还是可以看得懂 然后他说你可以利用repeat函数 有没有 某些字 某些文字或字串填满 但是重复吧 填满怪怪的 填满好像不是意思 OK 不管 所以有的时候刚开始我也不太习惯 看着觉得有点 好像这个作文写的非常差 那种小学生都不如 那没关系 你知道意思就好了 另外上方就几个参数 一个嘛 两个 一个是Test Test应该是指的你要重复哪个字 那LumberTest就是重复几次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重复重复Test 记得 如果0你不能直接放0 记得0前后一定要加双 这样才会是一个字 OK 文字的话记得一定要前后加双 如果你没有加前后双 那就是数字 不过数字没有0开头 所以你输入这个一定也会是错误的 但是有的时候 有些函数 它比较贴心 它知道说你漏加 它会自己帮你加 但是repeat这个不会 所以repeat没加 应该会有错误讯息 所以记得0的前后一定要记得加双引号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对这个概念不太 好像比较没有这种概念 OK 然后再来的话 几次嘛 那几次我们刚刚不是有算用LEN 就算出来了 那我就指向这个I4的储存格 那意思是帮我重复一个0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就补一个0出来 而且你们会发现 这个0一定是靠左对齐 那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你靠左对齐一定是文字 在eSale里面靠左对齐一定是文字 如果靠右对齐一定是数字 你们除非说他有做一个至终 或者是自己调整过 不然的话理论上的规则是这样子 这个也是可以让你们判断说 到底他的资料是数字还是文字 特别是以Sale里面 数字跟文字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你虽然你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结果比对一定会有出错 那你说老师不对啊 这个后面好像少了84 那没关系嘛 你后面再把它串在后面 那串的话呢 在以Sale里面是用什么 用AND 对不对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把这个0 再串一个84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地方加一个AND符号 OK应该有这个概念吧 如果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的话 那可能一定要记起来 反正这个串这个 那串完之后你也一样把它打个勾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重新编辑这个公司 我的习惯一定是在上面 这个叫资料编辑列 编辑完之后呢 如果你要确定你就打勾 当然如果你只是要 你如果觉得错误 你当然就没有取消了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 打勾那就084 而且一定是靠左对齐 因为它是个文字 靠左对齐 那当你把它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底下的话 就一定是3码了 有没有 那同样的道理啊 你说老师那这个默码 我可不可以变成一样的道理 其实也可以啦 你会发现 如果你假设不重新做的话 如果这边要产生的是 门号默码自动补零的这个需求的话 那其实有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干脆直接把这个公司复制起来 有没有 复制之后做什么呢 你就贴到这边来嘛 然后把它改一下嘛 那有哪边差别 其实基本上应该是 不对应该好像不能 因为这边我好像没有次数 所以这个公式贴过来好像会出错 除非呢 我们把这个公式里面的 这一个几个呢 i4的地方 直接就把这个公式 几个字带过来 有没有 也就是说呢 我们 取消一下 可以把这里面的这个公式 有没有 删减掉LEN 这个啊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刚刚这个公式里面的i4的位置 那我就不需要多一个步骤了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因为现在是两个步骤 串在一起的一个公式 那理论上啦 未来我们实际上不可能说 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哇一堆才做出来 那你如果 要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怎么办 你总不可能说按右键把它隐藏嘛 哎呦了 对齁 不太可能啦 OK 有没有这样做 也许有啦 不过我觉得不太OK 所以最后的话 应该是什么 把这里面的公式 直接放到i4的位 很简单 我的习惯是 先把它选起来按复制 不要包含等号 再按取消 取消完之后呢 再切到这边 看到i4 就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意思是把公式放到i4的位置 贴上 3-L1 按打勾 有没有 然后向下填满 其实这一栏就可以删掉了 删掉不OK 删掉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主要就是啊 如果很复杂的公式 真的不要一次就做到底 因为做到底一定会错 做在哪里你也搞不清楚 那你可以分次嘛 有没有 慢慢慢慢 先L1 再删减到L1 在旁边REP 再把它两个串在一起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莫码也OK了 为什么 莫码的话其实就把这公司 把它整个复制好了 然后你就直接怎么 取消 复制完取消 记得 再切到这边把它贴上 那莫码怎么改 有没有看到G4G4 那把G4改H4不就好了 所以一般我习惯是直接 这样子选起来 打个H4 那这个的话呢 就直接 有时候点一下也可以 点一下它也会把它盖过 选起来盖过去 打个勾 这样子就OK了 所以这两个做出来之后 那前面这个就简单了 但是如果假设 你这个没做出来 那个前面应该就困难了 所以请各位第一步 先打开 文字与资料函数这个范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由于 也要